原來女性每天都要塗十至二十幾種護膚品和化妝品 究竟這些東西安不安全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植過假眼節目 我就植過一次剛剛出來做事 見到每個女生都植這麼漂亮 我都植啦 不化妝都漂亮 是 省很多時間 不化妝都好像化妝了 省了化妝時間 但其實是很雙眼部的肌膚 因為其實膠水一定要黏在你的真的睫毛上 所以如果要脫的時候 就會把你本身的真的眼睫毛一起 而且如果膠水不漂亮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的眼部肌膚和睫毛是很大的傷害 最重要的後遺症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經常植眼睫毛下去 因為不是我們本身的睫毛 很重的加上膠水 那你的眼睫毛就會覺得很睏很睏 長年、六月來說 可能眼睫毛變成一個睏了 皮膚就會有皺紋 很害怕啊 然後你可能要摧毀之後 然後就要調線 調高眼睫毛 令自己年輕一點 那為什麼弄到自己這麼差呢?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有人用一些 例如增長睫毛和精華感 但是小心一點 假的時候就不要嫁青光眼藥水的成分 因為有些人報告指出 原來市面上有多少呢? 增長睫毛液下了青光眼藥水 為什麼? 好 為什麼不好 首先分析 它很快可以增長你的眼睫毛 這個是它本身的效果 效果 那些效果 但是同時間 它本身是用來治療青光眼 所以對於敏感眼 一些比較容易敏感的人 它很快就會刺眼 冷眼 冰眼水 好不舒服 第二就是它的藥水 會令你變成一個黑眼圈 那如果到處都是 或者你留在別的的時候 就會形成一個空 好像黑眼圈 那今天和大家推介這個 就是Irop Horus 這個新產品 就是加上增長睫毛的精華 加上睫毛膏 那你塗的時候 就可以省時間了 那首先恭喜Irop Horus 它拿了2016年澳洲 Duty Heaven的眼部化妝大獎 它的睫毛膏 眼線筆 甚至它的眼影 都拿了獎 那業界都認為它是非常之天然 和效果非常之出色 那首先說回這個睫毛精華 加上這個睫毛膏 有什麼好 它98%是有機的成分 100%全天然 大家就不用怕 敏感眼 是不是不能用 那它增長的成分 就是用了這個昆布 那研究報告指出 這個成分 用了兩個月 就增長到27% 那還有辣木果油 松雪成分 Bomegaline 和維他命E 還有一個辣木果油 我剛才說過 最好一點 我覺得它跟一般的睫毛 都有點不同 就是它的頭 它做一個弧形設計 無論塗下面的小小眼睫毛 甚至上面的眼睫毛 它跟回我們的弧形塗的話 不會容易塗出來 不會避免眼部的肌膚 不會變成紅貓眼了 好了 這一個就是 我最新推出的 Bio Lash Lift Muscular 就是增長的精華 再加你的睫毛膏 就會用了 這個包裝的綠色 跟以前有點不同 更好